再來我們寫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一樣鞋面有線 要注意到 這裡鞋面有線 這裡鞋面有線 這裡有鞋面有線 我們先來算它的格子 記住 這邊 這裡是三格 這裡1 2 3 4 5 對應這裡 1 2 3 4 5 所以這個鞋線是 這後面這個面應該是 一個直 一個垂直面 好 我們先來看 正式圖 看一下 正式圖 我們先從這裡畫 寬度三格 高度三格 再來 這邊有一個 我們先從這裡開始畫 可是這邊會被擋住 所以我們這裡 看一下 這裡到底從哪裡斜到哪邊 所以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裡斜過來 所以這裡應該是這樣子 如果沒有切掉 這裡是一格 斜過去 所以這裡我們先 可以畫嗎 先從上次圖畫 我們現在來改了 從上次圖畫 所以這個角是這裡 這裡三格 這邊三格 我們先畫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 這一個面 這邊剛才研究過 它是一個 正垂面 一直過來 好 這裡要看這邊 所以這一個可以先畫 好 我們先畫這裡好了 這裡畫過來 好 這裡畫過來之後 好 這裡要從上次圖取下來 可是這個 這個點到底在哪裡 我們要稍微知道一下 這個點應該是 碰到 這裡下來 碰到這裡 我們先來看一下 研究一下 所以這個 這一條線也是一個平面 好 所以它是這樣子 好 一樣 寫到那邊去 所以這裡我們先畫 它到底在哪裡 這裡不是一格 所以我們這裡要先研究一下 它到底是 它取決於哪邊 所以 研究一下 應該是寫下來 跟這個碰在一起 好 好 那我們先畫好了 這邊畫過來是一格 一格嘛 對不對 好 我知道了 這邊斜過來是一格 這邊是一個單位 好 所以 這裡是一個單位 對不對 這裡是一個單位 所以這個斜線是在這裡 這一條線 是在這裡 好 下來 好 好 垂直線 好 對下來 對下來在這裡 好 這裡碰到這裡 等一下 這裡 應該是碰到這一條線 好 這裡是這樣子 好 一半的位置 一半的位置 也不像 好 先等一下 我們先畫這一個 那到這裡 下來 所以這裡是這樣子 好 所以這裡 一樣過來 這裡應該是一個刻度 好 所以這邊是這樣子 好 這裡過來 所以這裡對下來 應該是這裡啦 對下來到這裡 好 所以這個 這個平面的位置應該是在這裡 好 對下來嘛 有沒有 一個刻度 好 這裡一個刻度 對到 這邊 所以這一個點 對下來應該在這裡 好 所以這個點在這裡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條線畫起來 所以在這裡 好 所以這個平面 好 這裡有一條 這個平面就在這裡 好 這個平面在這裡 好 所以這裡從這裡對上去啊 好 這裡一格嘛 好 好 對上去 從這裡就知道 這裡兩格 這裡一格 對上去碰到 這一條線 就是它的位置 好 所以這裡 這一條線 這邊我現在畫的就是這一條線 好 這裡 這裡也看得到 可是這邊就變成虛線了 這邊就變成虛線了 所以這要特別注意 好 可是這裡還有一個平面 好 記住 好 所以這個平面這裡也是虛線 好 所以這裡畫過來 這裡我再畫這裡 好 這邊 好 所以這裡 這一條線是直的哦 好 因為這個平面 是一個直面 好 所以我們這裡傾斜過來 這裡過來 這裡過來 齁 再來換這一個 齁 這個突出來兩個單位嘛 所以這裡 突出來兩個單位 所以這裡畫下來 這邊畫過來 齁 所以這裡要對 往下對 對到這邊來 齁 直到這一個 這個面 所以我現在畫的這一個面 就是這一個面 齁 這一個面 齁 其他的就還好 齁 好 所以這裡 這裡還沒畫哦 所以這樣對過來 齁 好 所以這裡基本上就完成了 齁 再來換右側試圖 齁 五個單位 齁 這邊是正垂面 齁 這邊是一個刻度 這邊一個刻度 齁 這邊是兩格嘛 空兩格 齁 看這裡就知道 這裡空兩格 再上來 一格 齁 這邊 再兩格 齁 過來 齁 這裡 這裡有錯齁 這雖然是兩格 可是這裡不是一格嘛 這裡要從 這裡的高度在這邊 這裡要從這邊對過來 齁 這裡有 我畫錯了 要特別注意一下齁 所以這裡先把它擦掉 要特別注意一下齁 這個平面在這裡齁 齁 齁 再來換這邊 這裡是兩格嘛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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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過來也是兩格 一、二 齁 所以這個 也是兩格 好 這邊是一格在這裡 所以這裡要這樣子對過來 齁 好 檢查一下 有沒有掉線齁 齁 好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就是像這樣子齁 齁